勇敢的小火车,卡尔的特别任务 蓝色小火车卡尔和他的妈妈温迪 都在姑姑镇的火车货运站工作 这天下午,来了一个很特别的客人 是圣诞老公公 圣诞老公公说 请帮我送这些礼物 大熊镇长问 距离圣诞节还很久,现在就要送礼物了吗 这不是圣诞礼物哦 是勇气礼物,要送给很勇敢的小朋友 圣诞老公公笑着拿出了一张海报 海报上写着 鼓起勇气,克服困难 就会获得圣诞老公公的特别礼物 你的勇敢我们都知道,加油 大熊镇长看了看海报说 原来是这样啊 没问题,明天我们的火车温迪一定会帮您送到 隔天早上,火车弯地再好礼物准备出发 都高,没办法发动,故障了 检查后发现是一个零件坏了,要换新的才行 大熊镇长赶紧打电话联络 看来,温迪今天不能出任务了 大熊镇长说 那这些礼物该怎么办 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 这时,突然有个铃声响起 是小火车卡尔发出来的 他说 虽然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 不过,可以让我试试看吗 只在咕咕镇送过货的小火车 很想帮妈妈的忙 大熊镇长想了一会儿,说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看来这次要请小火车出大任务咯 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吧 妈妈鼓励卡尔,并教给他一枚勇气徽章 徽章是温迪以前克服困难所获得的 朱先生帮卡尔挂上勇气徽章 再换上超亮的前头灯 大熊镇长拿着地图 仔细说明送货地点 送完礼物后,还要再去找狮子先生 出发了 今天要去很远的地方 小火车看着地图 嗯,要先经过黑森林 是一片又高又浓密的森林 沙沙沙 树被风吹得一直摇晃 还不时传来一些古怪的声音 看起来阴森森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怪物吧 1,2,3,4,5,6,7 慢慢呼吸,别慌张 巨人骑士铁金刚 我是不怕小勇士 卡尔一边念着从前妈妈教他的口诀 一边摇铃进入森林里 好多声音传来 卡尔仔细看 蝴蝶,青蛙,小鸟,松鼠,蟋蟀,蟋蟀和乌鸦 哦,还好,没有什么怪物 穿过森林 小火车就到了第一个送礼物的地方 是送给小红毛猩猩的 小猩猩猩,你好吧 现在不怕高了 还会帮忙摘水果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和徽章 圣诞老公公 小红毛猩猩收到礼物好开心 卡尔成功送出第一件礼物 也很开心 红毛猩猩爸爸也送给卡尔一箱苹果 小火车看着地图继续往前进 接下来要经过一条很暗的隧道 好黑呀 里面会不会有奇怪的东西 卡尔打开前头灯 往隧道里照 啊,是什么东西飞出来 代替妈妈温迪出去送礼物的卡尔 在经过很多动物的黑森林之后 还会在隧道里遇见什么呢 发挥创意 继续将故事说完 再看看你的冒险故事和书里的一不一样 感谢你 感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